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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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香港观众 早晨 你看到的时间 香港时间约11点半 一节 我把大革命 推到今晚搞好时间 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一节 我希望大家有距禁 如果 中国共产党坚持 他对台湾海峡主权的立场 我也挺肯定 西方会跟你中国开一场大片 因为 你不是这样玩的 基本上你不可以这样玩 你这样玩 会死的 一般而言 所谓的 海域 即是你那个领海范围 国际发言 就有个规定 一般最通用的说法 是 你可以claim的那个领海范围 是12海里 22公里左右 这个是 惯常规 有些特殊情况 像日本那样 他就不claim 因为尊兴海盒技术上 可以当外海的 但是因为日本不 方便美国 那个 再有核武器的 艦籍出入 所以他就claim不足 他们claim三海里 我记得 比较特别 但是也有好处的 尊兴海盒这样claim 就变成了 日本不需要 一些国际工业 好像达特尼尔海盒 达特尼尔海盒 是一个好野事心非的海盒 由达特尼尔海盒的例子 大家知道 中国这样说 除了引战之外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达特尼尔海盒 以至 整个土耳其海盒 他的阔度 不阔的 最高位大概 一公里左右 不阔的 所以 你那个阔度 只有一到两公里 土耳其就claim了 但是土耳其就claim了特大 俄国就一定不放过他 因为你变成了他黑海 俄国就被他 压住个烟喉 所以为什么土耳其 和俄国之间有争拗 除了是军事坦丁堡的问题 除了是东正教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大的技术原因 就是 你黑海这样claim 是会出事的 如果你被土耳其claim了 你会出事 后来是1936年 各国就签了一个 瑞士签了一条条约 那就规定了土耳其 什么事 怎样去管理 土耳其海盒的问题 管理方法就是 如果和平时期 商船是自由敦出的 但是如果是军舰 是黑海范围的国家 如果你其他国家 要进出 那是有一定的限制 无论是敦位那些 否则那些 如果那里真的开片都开不完 很麻烦 当然俄国就吃了糞 因为他 他没有办法叫黑海艦队以外的船 因为根据那条约 你如果一进入战争档态 土耳其 就只会被你黑海艦队成员的船 返回黑海 但是如果你不是黑海艦队 注册基地的那些 就不好意思了 这就是为什么俄国没有办法派太平洋艦队 或者波罗的海艦队 帮颇的原因 这是一个背景 因为如果你违反那条国际条约国 就很大件事 就真的是开片的 因为英国、澳洲那些全部是 签字国来的 希腊那些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一次大战 如何打到惊惊惊惊惊的 你由这个背景 由土耳其 土耳其的一公里那么窄 他理论上都没有国家 会被他批判了 因为是关键水位 你中国 你瘋狂了 你台湾海峡 托成一百公里 如果你台湾海峡 托成一百公里 你理论上 就算你当台湾是你自己的地方 你都批判不住 台湾海峡 中间是公海 公海的话 世界各国的船隻就可以无海通过 这也是为什么 以前台湾和中国 没有小三通之前 为什么是经香港 飞航情报区 因为它这些领海领空 全部都是跟十二海里标准 你现在中国 你黏了总制 你说整条台湾海峡 内海 你不懂国际法 还是什么 你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说清楚 为什么南海 那么惹事心非 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南海的岛序 有南沙有东沙 它全散开 我每个岛和你计十二海里的理论 我说整个南海 理论上 都可以是中国水位 你不死 这个就是为什么南海和台湾海峡 问题是很引致 你中国是不能批评 你不可以批评 你不可以批评 你中国可以批评的主权 但是你放弃某些东西 这就是你日本做法 日本遵清海峡 不要批评 批评三海 或者批评五海里 你留一条路被人无害通过 你批评 但是你像土耳其那样 你是有一条国际公约 你是讲清楚游戏规则 要么就是这样做 当时他1936年的时候 给土耳其全面控制权的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跟这个公约做事 你不跟这个中国公约做事 就全世界打钩你 土耳其也好 土耳其因为 因为签那时是海莫尔主义的年代 就好一点 基本上尊重规则 甚至你今天阿尔当安 这个哈利法也好 阿尔当安是狡猾 但是他还未知 所以他也是跟规则做事 当然如果是中国来说 他整条国际公约来说 大家听不听就是一回事 但是基本上不需要国际公约 因为就算你轰爆十二海里也好 你也是不可能 当台海是外海的处理 不行的 你一这样玩的话 全世界同样开片 因为你挑战国际法 这个是很清楚的 这件事 这个也影响美国第一岛年 亦都说 有一样东西 中国人永远都不记得一样东西 你这个无害通过 这个海域无害通过 有两个国家 有三个国家一定会问清楚 你发生什么事 一个是英国 英国是吃商业饭的 所以这些各国海域的无害通过事情 英国是一定来的 那些人说英国很有空 黑海关英国核实事 是 理论上 但是问题就是 英国的利益 是基于每一个港口的船隻 可以双船自由通行 这是英国的利益所在 所以如果你中国玩这些东西的话 英国一定突破你 这是不用说的 因为英国立国以来 一直都是如此 工业革命以来 一直都是如此 这件事不会变的 除非不需要用海来运 譬如你 有人发明一个隔空取物 就是瞬间转移 如果你发明了瞬间转移 可以运货 可以 如果比较我是一个龙珠的世界 如果我真的瞬间转移 成本不是那么高的话 我就将这些货 我相信 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 我应该是将瞬间转移技术 作为一个触遞的 收触遞的费用 孙悟空应该 发达了 因为你这样瞬间转移 我可以一下子 自己将这些货物和文件 送到另一个地方 是不是有几张 当然这个是交易 这个是交易 问题就是 如果是瞬间转移 我们不是一个漫画的瞬间转移世界 不容许这件事发生 海洋仍然是主要运输货物途径 你玩这些东西的话 英国一定是 这是第一 第二,日本 你这样玩法 你想断绝日本和南洋之间的接触? 日本人和你死过的 这是日本的利益所在 你想断绝日本和越南之间的联系? 你不要玩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能玩 这些东西你这样玩的话 会开片的 日本即刻从心武装都像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是日本的生命事问题 他不会跟你妥协 中东的石油 他都要通过唐安海峡 有些人可以通过唐安外海的 屌鸭声 你这个涉及船隻的燃料 你的营运费用 如果是唐安外海的风险高很多 有得过海峡 就是过海峡 这是常识 你的船 你的海峡航行安全 还是太平洋那些 太平洋外面的航行安全 我认为大家都想到 是吧 我认为大家 这件事很容易想 否则 为何唐安海峡那么重要 所以你现在这样玩的话 日本一定跟你死过 不用我 第三个国家一定会跟你死过 是美国 你选择什么 挑战第七岛 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什么 你想怎么办 要讲清楚说明爆发 你先想怎么办 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乱来 问题是 这个是涉及美国的基本利益所在 因为美国是太平洋的食法 你这样玩法 你想怎么办 你想如果断了日本和东南亚之间航行 甚至东南亚国家 过美国的航道 如果是因此而截断的话 很大件事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我跟你说 不能开玩笑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为什么说很有疑 就是这个原因 你对台湾的领土的要求 已经是一个很无理的要求 你这样 在南海和台海 这样打破所有的水域的话 我可以说你只会得一个结果 就是你去触发第三支世界大战 因为没有国家容许你这样做 这个不是国际的江湖规则 台湾开合不是土耳其开合 土耳其开合这么窄 土耳其都仍然要和每一个持份者 谈好 如何去管理通过权 它是用通过权的管理的某程度上的牺牲 来换回土耳其 对整条土耳其开合的主权 如果连土耳其都尚且如此的话 我看不到中国的台湾开合这么强 这件事是很舒服的 这件事是很疯狂的 所以我想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就是 如果中国是坚持这件事的话 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 就是台湾开合将会是一条 全世界最危险的海河 因为非常惹火 因为有人不顾江湖规则 乱构地来的 这个就是个问题 如果很多香港人都觉得 就是哪有这么危险的这个世界 一件事 如果不是现在中国这样 整条台湾开合 这个世界很安全的 告诉我 台湾没有那么容易触发战火 但是现在中国的野心 如果是整条台湾开合 第一 美国和英国是一定要防卫台湾的 这个就不到英美选择 因为这个是基本利益所在 OK 没得选择 就是对英美来说 乌克兰固然是一个问题 固然不应该落入这个俄好手上 但是如果你乌克兰 落入俄好手上 就是会不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呢 那个糧食那里可能被普京 抓不住 但是问题 不是至于去到一个 你死我亡的阶段 是很老食 因为老食 大家都知道糧食 这种东西是没什么钱赚的 生意 但是台湾开合涉及 南洋和美国之间的 那个寒道往外 和日本之间的寒道往外 这个是另一个故事 完全另一个故事 这个是一个生命线的问题 生命线的问题 是一定打的 不能不打的 所以这件事也是怎样的 如果这样说 英美就更加不可能支持你 所谓的中国统一 我可以说 如果对英美说 以往英美都可以想 中国统一可能是OK的 就是这个中国和台湾民主统一 如果现在这样 就是 所以才有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它是后面的 就是你还是 civil war 但是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我想 对西方最大的利益 是台湾独立 真的 我个中国人以往不明白 就是西方不是 这么拜台湾独立一套 本来 因为你不知道台湾独立 是什么国家 no one knows 特别以前台湾独立的 是左仔 记住 民进党是左底的 本来 所以你说西方不信 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你 这个所谓台独 是不是高共 搞私棍 搞国民党的结作 好像南越 那些 那些 南越共产党的玩法 但是 现在不是的 现在 第一 西方搞清楚民进党是什么 是真是一个台湾半土政党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现在中国这样的玩法 喂 大哥 你打算破坏台湾 如果是这样的话 西方就会永远 要一个 獨立的台湾 因为你独立的台湾 你中国战 你就没有可能 封破十二海 就算我逼 你就完全 一零理由 封破十一条台湾 甚至某个程度上 台湾可以利用 它在金门 我猜西方国家 不会要求台湾放弃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 可能要继续揭 金门马祖变成怪物 你没有办法 你不变怪物 都不行 因为你现在中国 黏了总制 你本来西方都没有 都十五十六 是不是要支持台湾獨立 但是现在 就不能不支持台湾獨立 因为之前台湾獨立 是变成唯一 对人能够保障西方的利益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你中国的意图 是打算承认八成年台湾獨立 打算是 吃光整个南海 这样做 如果是真的话 那些人不信 为什么英国要我回香港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 英国不我回香港 大哥 我如何确保南海利益 我哪里有据点去 因为台湾本身 一个野火海河 OK 接着你说整个南海利益 当然你南洋国家 整集在这里 但是南海北岸 一定要有一个据点 而那个据点 一定是香港 nothing else 因为香港是最重要的港口 香港会变成要塞 你无论 你接不接受这个命运 客观形式告诉大家 就是台湾和香港 将会要塞化 因为你中国这些 积极主张 而且中国这些积极主张 不会只是一个白卡平衡 很简单 中国人是有这些贼忍 这些乱claim 领导主权的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分钟 这个台湾和香港要塞化 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因为台湾海峡 变了一条最危险的海峡 而 习近平这样的痴线转折 就是claim 爆了整条台湾海峡 和岩海 这些事情 是不会短期内 可以得到解决的 这个我说得很麻烦 这件事 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美国这么大反应 但是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我听完之后 我心里说 你傻的 你什么你很穷吗 你这么要通过费吗 你什么你很有控制狂 你很有控制欲 你不会这么玩的 这件事是神经的 真是神经的 所以我就这样看 几件事 如果习近平不愿意改变这个主张 西方最终会改变对台湾海峡 最终会支持台湾海 另一方面 以往西方不支持台湾海 另一个原因就是避免开战 但是现在如果习近平 这么狠狠 这么主动发狠狠 那么狠狠 那么狠狠 反正你也肯定会开战 西美英 就会是积极避战 反正跟你不断避战 整个知为方式不同 以往避战的那些做法 完全不会再做 你中国是将自己 将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是乐台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随时 你想想基生格 那些赤头 那些参天窒头 用自己的朵来做生意 那些扑街 他帮你说尽好说话 在西方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中国自己的行为 你给多少钱 别人说好说话 都没用 因为不是这样玩 因为你违反了国际游戏 这个游戏规则是一个根本不可挑战的游戏规则 很多叶普城的人 或者那些老共的人 或者那些五毛 都觉得这个国际游戏规则是不需要守的 这个真的是中国人的问题 我发现国民党和产党 发现那些人的老代都是 好像国际游戏规则是不需要守的 错得狠 这些有些基本规则 这个世界有些基本规则 这个世界是冒陷法 这个世界有些基本游戏规则 是不写的 是欧洲或者美国 歌连以来的一个相处规则 如果没有这些相处规则 我告诉你 欧洲一组又怎样 要废他十九多世 欧洲可以今天这么繁荣的原因 就是这些游戏规则 多年的真战 建立的游戏规则 当然以往比很多学费 或者整个欧洲 你想想德国 以前那些三十年战争那些 死亡几多人 没有了三分一游戏 就摸起了街 就是因为这些教训 我想欧洲年龄战争死亡的人 的数目应该都 挺可观的 就是因为死亡的人这么多 所以大家才会发现 譬如欧盟 很多国际法的规则 是这样发明出来的 但是中国是瘋的 大家以为 你习近平以为自己是秦始皇 是 二拼六国是谁 假的 统一清白 在瘋了 你喜欢唱秦始皇 你自己在家里唱歌 在家里唱饱了 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 搞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瘋重制 我不是俄家梁 对不对 我唱不到他 我没有他的声音 但是 你这么喜欢唱秦始皇 你自己唱饱了 你家里怎么唱都可以 你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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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起来秦始皇也没问题 但你现实的国际社会 不可以这么玩 这个玩法 很大事 所以我 都劝各位香港人 你不要觉得这个远东这么太平 你要留意台海局势 这个台海局势 这个习近平真是白卡的 这个人 今晚 我这个就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 今晚 香港时间今晚 有Sharing 书雅 晚上9点半 所以 我就 前9点半 或者是 后11点 香港时间 这一篇节目 就是一如一般 星期一的安排 那我就先讲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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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